下一个要介绍的简单机械叫做轮轴 轮轴就是两个同心的圆轮套在一起 半径不相的一个大一个小 同心大的叫做轮 小的叫做轴 像图上面所显示的这样 这个叫做轮轴 轮轴 OK 那么轮轴呢 一般老师教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杠杆的连续应用 这里就是一个杠杆 拉转一下还是一个杠杆 所以就把它当作是杠杆的连续应用 再用所谓的施力币乘以施力 等于抗力币乘以抗力 但这里讲的叫做轮半径跟轴半径 轮施力跟轴施力 所以呢 把杠杆把轮轴当作是杠杆的连续应用 中间的转轴 欧点就是我的支点 那我们的半径就是我的利弊 轮半径跟轴半径是我的利弊 所以 施力币乘以施力 等于抗力币乘以抗力 在这边就变成 轮半径乘以轮施力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施力 那轮半径是比较大的 轴半径是比较小的 所以你就发现如果你施力在轮上 因为轮半径大 所以施力就会比较小 就变成省力 如果你施力在轴上 因为轴半径比较小 所以变成会比较费力 这就是有人会问你的 他是省力还是费力 他不一定省力 不一定费力 要看你怎么施力 好 重点就是被公式叫做 轮半径乘以轮施力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施力 就是所谓的计算的公式 刚刚讲的轮上施力就会省力 因为轮半径大 施力必大 在轴上面施力会费力 但是会省时 好 因为你的施力比较小 那省时 省力 省费时 费力就是 因为在这里 keyword就是 外面的大轮如果转一圈 里面的小轴也会转一圈 所以我施力在大轮上面 走了一个大圆的圆周 他才会卷一个小轴的圆周 所以走半天才上这一点点 所以叫做费时 但是省力 倒过来在轴上施力 在轴上转一小圈 轮就转一大圈 我拉一点点就可以伸很长 伸很高 所以他叫做省时 但是轴上施力就会费力 就是为什么会省力费时 省时费力的原因 OK 公式就是这样背好就好了 轮半径乘于轮施力 等于轴半径乘于轴施力 然后我们就仔细再看一看 好 刚刚讲过keyword就是 轮转一圈 轴转一圈 好 轮转一圈 轴也转一圈 转同样的圈数 然后就以此 所以大轮走 二拍大 等于小轴走 二拍小 就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看看 在轮上面施力 很省力 轮半径乘 可是你拉了一大圈的 大轮转一圈 二拍大 他才走上面一小圈 二拍小 所以走了好 你拉了好长 才走一点点 所以我们说叫做废时 那如果倒过来 轴上面施力 轴半径比较小 施力比较小 所以你会费力 但是你在小轴上转一圈 二拍小R 就可以大了 就转一圈 二拍大R 所以只要拉一点点的距离 就可以伸很高 走很远 所以他就会省时 就我刚才都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为什么会省时 费力 为什么会省力 费时的原因 那请问你 你在生活中 有哪些东西是轮轴 很多 随便你讲 讲个一两个就可以了 轮轴 大的 套小的 大圈包小圈那种 有哪一些 挑一来 二十九 二十三 二十三 随便你讲很多历史 随便讲对就好 没关系 随便讲 体力 你说什么 电梯有 电什么 电梯 电梯是滑轮 电梯 你看得到电梯的构造吗 然后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今天讲哪一种 他刚刚讲的电梯 电梯大部分是用滑轮 高中要教的阿特伍德基那种 能不能演这以后 吃这里 大圈包小圈那种 很多啦 没关系 来看 喇叭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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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向盘 中间有一个轴 有没有 那个轴 方向盘 喇叭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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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哈哈哈 打蛋器 打蛋器 这种打蛋器 比较麻烦一点 打蛋器 比较麻烦一点 你最前面绕的地方有一个轮轴 然后下面这个有一些支架然后转圈圈台湾也是一个轮轴 那这到底神力还费力 喇叭锁 喇叭锁 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 应该是省力的 施力在大轮上 然后呢 转动一个小轴嘛 小轮 可是下面这个是费力的 你底下那个再转 外面的大圈圈再转 所以转了小圈圈 抗力是大圈圈 所以是费力的 所以他前半部会省力 后半部会费力 那最后如何 就是看他比例 他们一直讲 比例 才会知道他是省力的还是费力的 就是打蛋器 反正这些都是轮轴的运用 考试的公式很简单 什么公式 轮半径乘以轮实力 等于手半径乘以 手实力 就解决掉 然后再来问你说 这样做会省力还费力 那样做省力还费力 你就看一看 了解一下就会明白 没有什么问题 OK